同学们好 这节课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静部的肌肉 首先我们看一下 静前部的肌肉 和静外侧的肌肉 那么给大家介绍两块 一个是静阔肌 第二个我们介绍一下 胸锁鲁突肌 两块肌肉 首先我们看一下 静阔肌 静阔肌 静阔肌位置在哪呢 我们看这是下壳 喉结 向下 注意这是鎖骨 这是胸骨 这块是甲状圆骨 这个细长的表示舌骨 下壳脚 耳阔 耳阔 我们回忆一下过去讲的表情机里边 大家说 大家说 在口角周围 有哪些肌肉呢 有 降口角肌 降下唇肌 壳肌 这儿还有孝肌 那么静阔肌在哪呢 它起始在这些细小肌肉上 然后向下来 肌显微很松散 分布到胸大肌的筋膜和三角肌的筋膜 是这样一块肌肉 这样一块肌肉 那么这个肌肉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因为它和口周的这些小肌肉 是有联系的 所以它要一搜索 能够下拉口角 下拉口角 能够产生这样一个动作 好解 好解 我们看肌显微向下拉 这一侧也是向下拉 所以是口角向下 这是锁骨 这是薄薄的一个脾肌 薄薄的脾肌 我们重点放到胸锁鲁突肌 胸锁鲁突肌 在什么位置呢 在颈部的侧面 我们再画一个颈部的图 口角 这块有一个结构叫颅突 颅突 我们看到这儿有一个粗大的肌肉 斜位于颈外侧 这个肌肉叫胸锁鲁突肌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部位应该是胸骨 胸骨饼 这是锁骨内侧端 这个骨包叫鲁突 那么大家看 起于胸骨锁骨内侧端 止于哪呢 路途 所以这个肌肉叫胸锁鲁突肌 斜型的 所以把位置 我们搞清 位置是在颈阔机的身面 斜位于颈部的外侧 功能能做哪些动作呢 双侧胸锁鲁突肌 一起收缩 可以做这样一个动作 大家看 两侧头上仰 这是锁骨 这个双侧同时收缩 头后仰 后仰 如果双侧收缩 头要低一点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我们看 是趋径 趋径 这都是双侧收缩造成的 如果一侧胸锁鲁突肌收缩 对侧不收缩 会造成一个 这样的体位 大家看 哪侧收缩了 隆起的这侧是收缩的 对吧 那么也就是 左侧胸锁鲁突肌收缩 头是不倾斜向左 而面转向右上方 这是单侧收缩 单侧 头向同侧倾斜 面向对侧上仰 所以胸锁鲁突肌 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体表标字 今后我们要学习 胸锁鲁突肌前院重点 能摸到动脉的波动 胸锁鲁突肌后院重点 可以做神经组织麻醉 所以这个叫特殊的肌 第二个 我们介绍一下 静的静的静前鸡 静前鸡啊 大家了解一下名称就行了 我们要介绍两个鸡群 舌骨上鸡群 还有一个叫舌骨下鸡群 两个 那么大家知道名称 我们就要看看这些鸡肉都在哪 首先我们看一下壳 壳部 下壳脚耳阔 那么这块我们看到的是舌骨 舌骨 能看到哪些鸡群呢 首先大家看到 耳阔后方 后内侧有个静突 由静突到舌骨来的一个肌肉 叫静突舌骨肌 这是一个肌肉 还有一个肌肉 由下壳骨到舌骨 然后再到鲁突 这个肌肉叫二腑肌 我们看到了 它有两个肌腑 两个肌腑 那么这一侧是鲁突 这个起点是静突 这是下壳骨 这个是舌骨 我们再看一下 二腑肌前腑的身面 还有一个肌肉 这是中缝 两侧是对等的 这个肌肉叫下壳舌骨肌 也是到舌骨去的 下壳舌骨肌 那么大家看这个角度 大家看了几个肌肉 净突舌骨肌 一个 二腑肌 两个 下壳舌骨肌 三个 那么我们把下壳骨 换一个角度 大家看 从后方我们观察下壳骨 是个马蹄铁形 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是从后向前看下壳骨的那一面 这块对这个骨就是我们说的舌骨 这里边还有一个一对小的肌肉 从前向后来 前端起于什么部位呢 这块有个名词叫壳肌 这是舌骨 所以这两个肌肉叫壳舌骨肌 壳舌骨肌 那么它外侧就是这个肌肉了 叫下壳舌骨肌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舌骨上肌群一共四块 大家看 最深面的一块 壳舌骨肌 两侧是下壳舌骨肌 然后有一个二腑肌 一个净凸舌骨肌 所以大家熟悉名词 就可以了 壳舌骨肌 下壳舌骨肌 二腑肌 净凸舌骨肌 这是舌骨上肌群 舌骨下肌群也是四块 我们看一下 舌骨下肌群都是哪四块呢 下壳 猴杰 这块有一个甲状圆骨 这是舌骨 位置在这 舌骨在这 这个是胸骨 胸骨饼 然后是锁骨 内侧端 大家首先看前方最前面的一个肌肉 这有一块肌肉 叫胸骨舌骨肌 这是一块 还有一个肌肉呢 也在浅程 叫肩胛舌骨肌 起于肩胸骨的上缘 到舌骨 所以肩胛舌骨肌 胸骨舌骨肌 这是前面的两条 身面呢 这有个短的 从舌骨到甲状圆骨 这有一条肌肉 这还有一个肌肉 放下来 胸骨鎖骨 到甲状圆骨 那么这个肌肉叫 胸骨甲状肌 这个叫甲状舌骨肌 一共四块 那么浮着在甲状圆骨 什么位置呢 以后我们讲 甲状圆骨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了 甲状圆骨这个圆骨板 我们放大一下 上脚 下脚 这个圆骨板在侧面 有一个隆起 斜形的隆起 这个叫斜线 这个短肌肉 第一次在斜线 这个长一点的野笛子 在斜线 所以它是胸骨甲状 甲状舌骨 是起始在甲状圆骨 我们把名词 大家也记一下 我写到这 一个是胸骨 舌骨肌 还有一个肩甲舌骨肌 胸骨甲状肌 还有一个甲状舌骨肌 也是四块 也是四块 所以把名词记住就行了 第三个我们得说一下 静身肌 静身成的肌肉 有哪些呢 给大家介绍 一个是外侧群的 我们要记住 斜角肌 三个斜角肌 第二个要知道 什么叫斜角肌间隙 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斜角肌 斜角肌呀 是三块小的肌肉 在静身成的外侧 大家看 这一个小肌肉 叫前斜角肌 这又有一个肌肉 叫中斜角肌 再往后 后斜角肌 前中后三个 前中后 笛子在什么部位呢 下边这个部位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第一类 这个笛子在第二类 所以它是第一类 它是第二类 三个斜角肌 由前向后 排这三个 那么在这里 我们重点要给大家 介绍什么呢 介绍斜角肌间隙 大家看 它的间隙在哪呢 我把它 重新画一下 这个三角形的间隙 为斜角肌间隙 它是怎么组成的呢 前斜角肌的后缘 中斜角肌的前缘 加上第一类的上缘 构成一个斜角肌间隙 我们把它 隔这儿放大一下 那我们要知道 斜角肌间隙里边 通过什么结构 首先第一个结构 斜角肌间隙里边 有一个动脉 通过 这个动脉呢 叫锁骨下动脉 穿过斜角肌间隙 也就是隔这儿出来 用白颜色吧 这儿有一个动脉 弓形的动脉 这个叫锁骨下动脉 通这儿出来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结构呢 还有神经 这些神经啊 我们统称为 避宠神经 避宠神经 那么简单的记忆 就是斜角肌间隙 通过一个动脉 就是锁骨下动脉 还有避宠神经 所以这块重点要知道 斜角肌间隙通过的结构 一个是锁骨下动脉 还有避宠神经 避宠神经 这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 主要是进步的肌肉 进步的肌肉 但是除了外侧群以外 这还有一个内侧群 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它是一些细小的肌肉 在颈椎的前方 这个大家就不用去记了 重点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胸锁鲁突击 它的功能 以及损伤的判断 如果有这样一个患者 大家看来了 我们看 你不容易直接看到它的进步 然后医生要说话的 医生说什么呢 说你做好 然后往前看 患者还是表现这样 大家说 哪侧凶手鲁突击 他了 头直不过来 脸还转不过来 现在是你给的信号 是让它往前看 哦 就是这样 那么你说哪侧 那么大家想到了 头像哪侧倾斜 哪侧凶手鲁突击 是不是收缩 所以它哪侧是好的呢 左侧是好的 显然是右侧瘫痪 所以左侧拉着变短 右侧变长 所以凶手鲁突击 要知道 第二个要知道 舌骨上下肌群 都包括什么肌肉 这个指数就行 第三个重点要知道 斜角及间隙 通过什么结构啊 有神经 有动脉 有神经 好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 我们下次课再见